中国2024年军费预算达到16,655.4亿元 比去年增长了7.2% 这意味着什么? 其实这个增幅并不高 和去年的7.1%差不多 根据公开数据 2016年至2023年之间 中国国防预算增幅 依次是7.6%、7%、8.1%、7.5%、6.6%、6.8%、7.1%和7.2% 而在2016年之前 咱们的国防预算是连续五年两位数增长 也就是2011年到2015年 增幅分别为12.7%、11.2%、10.7%、12.2%和10.1% 所以咱们这些年的国防支出规模 一直适度且合理 2023年咱们的军费开支是1.55万亿 今年增加了1200亿 假如这1200亿用来造航母的话 能造几艘呢? 福建舰的造价还不知道 咱们就以山东舰为力吧 山东舰的单舰造价大约是300亿 但光有航母肯定不行 还得有舰载机以及配套的护航编队 山东舰的舰载机联队包括歼15、直18、直9等 合计造价约150亿 护航编队配置 咱就按一艘055、两艘052D、三艘054A、一艘901综合补给舰、两艘攻击型核潜艇来算 两艘核潜艇造价约百亿 901型综合补给舰造价约20亿 三艘054A型护卫舰造价约60亿 两艘052D型驱逐舰造价约70亿 0555型驱逐舰造价约60亿 一共加起来是760亿 也就是说打造一支山东舰航母编队大概需要这些钱 当然实际使用肯定还要高一些 毕竟还有人员成本和使用维护成本 也就是说1200亿 实际上连两支山东舰航母战斗群都打造不了 如果是福建舰的话成本更高 毕竟福建舰要枪太多了 而且还有最新的海武代 1200亿有可能只够打造福建舰航母编队的 中国2024年军费预算达到1.66万亿元 比去年多出1200亿 那么这1200亿能给中国军事实力带来多少提升呢 如果用来造055能造20艘 如果用来造歼20能造110多架 如果用来造歼16能造150架 如果用来造东风41能造50来枚 也可以打造一支完整的航母战斗群 当然这1200亿是比去年增长的 去年有的东西今年还是会有 只不过有的同时会多出来一点 中国的军费开支是世界第二 美国是第一 这大家都知道 但中国2023年的军费约为2200亿美元 而美国达到了8000多亿美元 咱们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 但中国的GDP却大约是美国的65% 中国的军费开支也只占总GDP的1.32% 而美国的军费开支却占总GDP的3.21% 比咱们高出了一倍多 就这他们还成天说别人军费高了 自己8000多亿美元的军费开支是只字不提 而且你知道最搞笑的是什么吗 是他们作用这么高的军费 但武器装备却一直难产 和军费开支根本不成正比 甚至是一艘新型护卫舰的造价 比咱们055万吨大驱还要贵 因为美国现在的工业链已经出现断层 比如造船业 船厂想要生存下去 光靠那一点军舰订单是不够的 民用订单才是根本 但美国现在的民用造船厂基本上全倒闭了 能活下来的都是军用造船厂 这些军用造船厂不是不想倒闭 而是美国不能让他们倒闭 一旦倒闭 美海军的军舰找谁造去 既不能倒闭 有没有什么订单 那就只能提高军舰的造价来维持船厂运行 这也是美军军舰那么贵的原因 五角大楼能不知道正常造军舰是什么价格吗 知道也没办法 而中国拥有世界最全面的工业链 咱们的军舰订单可以说都是造船业发达后 船厂顺带造出来的 感谢观看